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红母牛的法令 为什么会出现在民数级中间 而不是利维级呢 托拉学习的第39周题目是 利率 呼卡 意思是法令 在这周我们学习了 民数级19到21节 那么为什么红母牛 这个复杂的隐藏的 非常灵性的法令 会被放置在民数级的中间 而不是利维级呢 托拉学习的第39周 开始于红色小母牛 它竭尽了死亡的不竭 尸体被认为是不竭尽的最终来源 但可以透过将红母牛的灰烬 与活水混合 并洒在不竭尽者身上来进化这种不竭尽 随后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 急剧的转变 首先 女先知米利安死了 井也消失了 直到摩西击打岩石后才恢复 然而由于这一行为 摩西和亚伦都将死于旷野 耶和华说 你不能将这会众带到我赐给他们的土地 后来我们就读到了亚伦死亡的消息 然而在本周托拉的阅读中 不仅仅提到米利安和亚伦的死 其实是整整一代人都死了 在十个贪子报恶性的罪之后 受到了耶和华法令的约束 完成了他的惩罚 整一代人都死在旷野里 因此拉比解释了民书记二十章一节 以色列人全会众来到寻旷野 这些经文全会众 因为那些注定要死在旷野的人 已经死了 而这些人被指活下来的新一代人 因此本周托拉的阅读 很快就跳过了三十八年的旷野生活 到达了注定要进入这片土地的新一代 事实上在后来的阅读中 以色列人进入了约旦河的东侧 在摩亚平原 约旦河边 耶利哥的附近的应许之地门口 结束了出埃及的伟大旅程 红木柳的法则是复杂而神秘的 它的逻辑性也相当的神秘 红木柳的骨灰进化了那些已经成为不洁净的人 而原本是洁净的祭司却变成了不洁净 这种现象背后没有任何的逻辑 但这就是法令 摩西和亚伦献上的红木牛是如此的神圣 以至于它的骨灰一代又一代的被保存下来 额外的红木牛灰都会添加到前一红木牛的参与骨灰中 这样新的骨灰就会与摩西原来的小木牛的参与骨灰混合在一起 数百代数千名履行红木牛法令的祭司和以色列人 毫无疑问的相信法令仪式的神性和力量 那么为什么红木牛这个复杂隐藏的非常灵性的法令 会被放置在民宿纪的中间 解禁跟不解禁的法令几乎应该完全专属于利维基 利维基详细讨论了许多生理的精神疾病 其中包括麻风病等的法则 难道红木牛法令的神秘要求与可拉的恶意反叛 探子的误算 sota的不忠 对天上玛娜的抱怨有关系吗 这些看似无法解释 明显不符合凡人逻辑的仪式与错误和误判的故事 误判之有什么意义呢 拉比解释 也许没有比在民宿纪中部更好的地方来阐述 红木牛的法令了 因为 托拉在这一部分讨论了自认为能够计算和定义一切的老一代 他讲述了从迦南返回探子的金湖 根据他们的计算 以色列人不可能征服这片土地 他讲述了可拉的故事 他抱怨说 根据他的计算 他应该是立位支派的首领 可拉召集了250名领袖 并咆哮道 根据他的逻辑 在一个专门 托拉的房间里没有必要放置羊皮指卷轴的门柱 他讨论了甲领导人 只要律法的精神得到履行 即使律法的条文没有履行 他们也会感到满意 甚至包括米利安的故事 根据他的推理 他说了他弟弟摩西的坏话 然后也讨论了 以色列人想要肉 而不是玛娜的宝源 但人类进行凡人的算计 以重新定义 妥烂 律法时 没有比这更好的时间和地点 来讨论红母牛极其复杂而深奥的律法 红母牛和他的法令 代表了上帝的全能 无论是精神上 逻辑上或力学上 尽管我们可以寻找妥拉的理由 但我们仍然必须遵守他所有的诫命 无论我们是否理解他们 因为总是有一些诫命 在我们看来非常神秘 然而怀着不计后果的信心 我们必须认识到 对于我们认为凡人无法实现的许多部分 都有着伟大的方法 透过这种方式 我们应该完全致力于遵行上帝的妥拉 而不是按照凡人的愿景或想法 当我们无法理解一些上帝的诫命时 我们里面有个信心 相信这是上帝的命令 我们愿意顺服和遵行 例如乳制品与肉类不可同时使用 或者上帝吩咐不要穿羊毛和亚麻 混红的衣服时 这些似乎超越我们的逻辑和理解 但正是这些诫命 使我们成为分别为善 敬畏上帝的孩子 还记得曾经你的主父母或父母 不断地唠叨 告诉你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吗 有些似乎过时 或无法理解在当今 现代社会还要遵行这些规范 但当你成为祖父母或者父母 你就明白这些都是有益于我们的身心健康 不会过时 而是酒精风霜的真理 愿你能够顺服和遵行神的话语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 希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 学习陀拉 陀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Shalom Showing给予一个 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